来 塞拉斯总弹 给他来一波小小教学 攻速有点慢 再Q Q A征服者 A Q A点蓝 直接带走 嗯 基本上前期一级 没有人可以对拼得过 咱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 被动 第二下攻击有百分之 百分之五十的魔法伤害 有附加伤害 伤害更高一点 所以说有人一直给你对拼呢 你不用慌他 回家一下 回家先买一个 两花攻速 好 学错技能 你学错学啥技能也不行 你学错技能呢 跟个鬼一样 今天特殊情况 所以说没没完唐弄人 新出这个英雄挺好玩的 玩一玩 哼 障截一下 等一下给他障截一下 上把是几杠击来的 Q一段 Q一段 嗯 现在不要跟他打 三级跟他打 现在跟他打吃亏 吹一下 往后退 可以用你的一技能 躲他第二段一 走吧 我们可以被动的去打 再吹一下 再吹一下 吹一下 A一下 E走 A W AQ A 你会发现我的一技能 放的有套路 他如果往回走 交闪现 我直接第二段一 正好可以接近他 他如果跑 我可以继续追他 都可以 先推一波 900块钱回家买个 买个暴击吧 买个公主鞋也行 先买个公主鞋吧 暴击等下做 学会了没有 我看一下我刚才是什么战绩啊 看一眼 刚才我是十杠 十个头 仗截一下 战绩已经结了 大家有鱼丸的话 可以精彩玩一下 玩一玩 先插个眼 小心瞎子 稍微注意点 Q一段 再Q一段 吹一下 吹一下 E走 很好 A Q A 他死了 散现一个W 直接秒杀 散现一个W 直接秒杀 我们打他这个英雄非常好打 当他用E过来追我的时候 我可以跑 跑过来之后呢 如果他打不过我们还可以继续追 推 推了 他现在完全没跟我打完全没得打 继续压制一下 斩一下风 别急 我溜了 很好 好 吹一下 再接个大 再W AQ A 接E A Q E拉回来 吹一下 回血不死 斩个盾 不急 好 继续吃个塔皮 可以 好溜了 塔皮能吃吗 塔皮好像吃不了差一点 哪个暴击 你三天之内必得脑血团 差个生意 再来一瓶红牛压压经 可惜了 没办法 下子来了 下子拿到一个头 还是很舒服的呀 这W很帅啊 对吗 这W挺帅的 但是你 大家都是这么玩 我们怎么样玩的 比一般的人要更好一点 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你的闪现了 对吧 我打出一些比较秀的一些操作 控一下线吧 线控一下 控一下线 不用不用不用推线 就控线跟他玩 宽恕他 不进了 他现在非常被动 他虽然说偷了我一个大 没有用啊 EQ我脸 在一会儿 小心瞎子 吹一下 有走一下帮助一下亚索 亚索我和他的大可以配合 来跟队友打个信号 我们的E一段位移加上大一段位移 很好的击飞对手让亚索接大 但是一定要不要空大了 我不来你不杀是不是 兄弟 我是不是我不来你不杀 你像你妈跟魔教中文 来过来了 还不过来 看一下能不能越塔 EQ我脸 Q 接W 接个大 死了 好 先插个眼 不知道瞎子在哪里 刚才没看 这瞎子在哪里 没看到 再卡一波兵性 EQ我脸 W AQ 一头 V 留了 瞎子交闪了 他这一波不交闪 他直接被我秒了 音音响 音响音响 看我了 我这里有眼 我这里应该是有眼 我应该被他看到了 插个针眼 消耗一下 他死了 买个绿叉还是电刀 买个电刀 最后下一波的话 先买电刀 再把 无尽做一个 这把有个石头人物 有点荒唐 打石头人的话 我就带个这个 带个魔抗 小心一点 再来个争议 现在应该差不多了 非常好 小小的失误了一下 这波其实我想稳一点 等个大 他是必死 但是我没有等他 谁又给我送飞机了 谢谢 空之风风送的两个飞机啊 感谢风哥 看好了 别眨眼 一段Q 二段Q E Q二连 A接W 接R 接AQ 接A 再A 一拉回来 一套没秒掉 差一点 他出了点肉 看好了 别眨眼 一躲下 他的二段Q 好肉 好肉啊 他现在有点肉了 好肉啊 一套没秒掉 他想跟我换 我们先回家一下 先吃个塔皮吧 下次再下 感觉可以继续压制一下 可以了 出一个重伤是可以 这把可以出个重伤 其实也可以做个反奖 说白了 可以做个反奖 电刀和绿叉有什么区别 买个 暴击 下一件买一个 重伤 重伤来一个 清云可以买 我这个英雄不像亚索 亚索不需要清云 因为亚索的 亚索的大 减50%的护甲 但是我们没有 所以说我们可以出清云 来一个 先把暴击买了 90%的暴击 我们这个英雄 很吃暴击几率 就有一段 就两段 他跑了 我操 犯病了 等我回冲入十秒钟 他也死了 他在塔下吧 你压的还不走 那我送你回家 冰线肯定要吃吧 这么大一波冰不吃吗 我肯定不相信你不吃冰线 看到 拉回来 直接秒了 Q击飞一段位移 E技能一段位移 大招一段位移 超远距离 干可对面 对面 基本上没有位移 是必中我们技能 虾子可能来 他不跟我打去呢 我房间犯病了 虾子应该在笑 秀一下 死了 难受 没办法 压索我接好了 来来来 大大大大大大 诶 犯病了 操作有点僵硬操作 推了 出装跟压索还是有点区别的 不是一模一样 没事没事 没事他死了 没事别跟他打 我看了一下他的战绩 7-6 说明这个人玩的还不错 所以说别跟他打 拿一波侠谷先锋 虾子可能会过来拿侠谷 我这个血量有点危险 回家可以做无尽了 先把无尽做了 再做个死刑宣告 好 那我这个装备就成型了 这把打团的话 只需要注意石头人加压索的大 也就是说这把下一剑可以出个蓝盾 暴击吗 出个蓝盾应该可以 减少暴击伤害 20%的暴击伤害减少一下 偷个鸡 减少暴击伤害减少一二铲六个头 一二铲天飞 只能回去了 没时间了 怕死了 我没大杂也打不够我 我的意义 我没大杂也打不够我 所以說不要交易 跟壓縮打就跟他對 他幹不過你 Q Q A A 我吐了 叫閃了叫閃了 他叫閃了 小媽我 我直接二回來 下路帶一下 有點危險 隊友有點浪 這波狀態不是特別好 不應該推了 感覺應該走 大招傷害很高 大招很誇張 他要過來守塔 別 哎死了 我一一拉他就死了 因為我的一技能可以爆 我剛才所打的35%的方塊 咳 咳 來丫頭來 搞一手 等一波風再跟他打 沒風我打 不太好 留他 留不住他 怕人呢 這皮膚很帥啊 這皮膚皮膚很酷 偷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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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個雞吧 嗯 大家學會了沒有 來 音一下 叫你怎麼量招 看好了別眨眼 我現在沒有大 先 Q他一下 WQ 再吹一下 再吹一下 接個大 接QAE 走 別急 吹 吹 吹到了 這波被射牆壯了 但是壓索很舒服 QAEAQA 不行 裝備比他稍微差了一點 呃 下一件買一個 銀血劍 啊 銀血劍可以買 銀血劍加了一個護盾 加了百分之二十的細血 破敗加多少細血啊 破敗是百分之 十二的細血 啊 不是 破敗的細血是百分之十二 對 銀血劍是百分之二十 相差百分之八 所以說我們可以出這個 再買個隱魔刀 或者買個死亡之五也可以 那我覺得買死亡之五 會來的實在一些 死亡之五加清雨神裝呢 死亡之五可以 挺適合咱們 剛才我打石頭人 沒有第一時間給他秒了 秒了就沒什麼 沒這麼多事了 可以打大龍去了 偷一波大龍怎麼樣 二十三分鐘大龍 三條大龍應該可以打 不要用意了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看脆皮,脆皮就直接2就行了 就死了,不需要我这个装备直接2就可以 不需要再Q他们 没什么意 你干啥呀哥,你是不是犯病了 我好你是真对牛逼啊,宁愿被塔杀也不让我杀 太过分了这个的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被塔射死了 哎,漂亮还死了 死亡之物2500 压手有点意思 大家学会了没有兄弟们 看了这么多把永恩 大家应该心里面有点思路了吧 对吧 我们打过我们大部分打的是亚索 手短的对吧 打过瑞文也打过手长的马尔扎哈 呃,总的分析来 总的来说是打近战的带征服者 打远程的带电行 是吧 当然你可以带从政也可以 电行从政都可以 打这个远程 如果你玩中路的话 带这个电行或者征服者会好一点 那个电行或者从政会好 征服者没什么用 打中路 因为你摸不到对面 你摸不到 所以说你只能靠E技能或W技能 去消耗对面 对吧,等六斜卡六斜 就跟阿哈利差不多 然后呢 连招的话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现在有封对吧 我EQ2连 没有吹到 或者你有闪现你个EQ2连接个闪 EQ闪 如果还是没有吹到再接个2 那如果你还没有打到的话 建议把这个英雄联盟卸载了 这英雄联盟不太适合你 好歹这一波看好了 我直接一个112 我再E拉回来 打一波消耗 别急 等一波技能别急 等一波技能他要搞我 花一下 好增加个后盾 漂亮 先吸个血啊 血没有 吃个鸡先 迅捷打远程 那你要被压 你要被压死 那也可以 就得看你吗 也没有什么血队 一段Q 两段Q E回来 打一套消耗 一段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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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出追 接W 接平A 接E 再接A 接EA 别急 再再吹吹追追 AE 拉回来 别急 一段Q 两段Q 还剩个石头人 吹吹追追 打一套 学会了吧 MVP 只要赢的就是MVP 输的就是尽力局